大家好,我是红九 昨天咱们发了一期抹牙的视频 什么样的树需要抹牙 什么样的树不需要抹牙 但是昨天晚上咱们直播间呢 也是讨论的抹牙的视频 下播以后 我又进别人家的直播间 然后又去讨论了一下 结果让我意外的发现一个问题 很意外的让我发现 居然有人说抹牙 直抹撞牙,背上牙子 然后我问他 我说抹完牙子以后 剩下的那些牙子会不会由弱转撞 他说会的 我说如果要是剩下的那些牙子 咱们转撞了 由中庸的一些牙子 转为撞牙子怎么办 他们居然说继续抹牙 无休止的抹牙 大家想想 如果一直抹牙 咱们用工一天一百块钱 还没摘果子呢 即使把这些果子摘完卖完了 咱们能把那工钱怼回来吗 不能的 所以抹牙这个工作呢 无现实 咱们只需要不在位置的牙子 给它进行抹除就可以了 其余的都不需要去动它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春季萌牙开花长叶 包括做果子 都是由树体上年所储存的营养来供给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春季萌牙是由上年的营养储存 它怎么可能会造成春季 这个怎么可能会造成春季 不通风透光呢 有很多人说了 你现在不买牙 再长一长 它不密了吗 那得多少呢 其实咱们需要想一个问题就是 春天的牙子 真正长到叶片的时候 咱们就要快下茧了 春天所蒙发的这些牙子 在生长到一个多月以后 它这些叶片呢 都是为夏季储存营养所准备的 咱们尽量把这个春天的叶片保留最大化 不要去给它抹牙子 有人就说了背上牙子全部抹除 有没有想过 这个地方是一个盲洁或光秃带 它只有背上牙子 咱们去年冬季也说过 利用背上的土长枝来进行结果 有这个概念 所以咱们因树制宜 不要盲目的 把背上牙子抹了 把这个壮牙子抹了 就等那个弱牙子生长 等弱牙子再转壮了 咱们是不是还要去抹掉呢 昨天晚上在别人直播间 我跟人家讨论的就是 这个牙子呢 一直抹到桃树停止生长 什么时候停止生长呢 大家知道吗 按正常的生长来说 是7月份进行这个花叶分化 也就是说停止营养生长 进行生殖生长 但是因为有部分的壮芽 有部分的土长枝 强旺枝的存在 它是无机营养消耗造成的土长 但是土长呢 也是营养生长 会营养生长同时呢 会抑制部分的枝条 生殖生长 它也有这个互利互助的关系 大家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想 长那么密 你看我们家树上 这么多牙子长那么密 会不会密闭呢 密闭的时候咱们就已经下降了 不存在这些问题 成龙树上长的那些牙子 多以抚养之为主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枣树品种一个桃子 需要20片到30片叶子 来养一个桃子 中树品种 晚树品种 需要30片到40片叶子 来养一个桃子 为什么说 咱们现在为什么来讲这些呢 这就是一些果农 在春季新梢长到5公分的时候 就开始化空了 虽然说是还长 用多效做 多效做都有代谢期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那个多效做用完以后 感觉十天半月的不管用 再用一次的时候 咱们这个新梢牙子 可能叶片不够 为什么那些果子会出现色 酸色的感觉呢 其实就是叶片制造营养不够 制造的糖分不够导致的 所以咱们春季呢 不建议大家去化空 尽量呢 让树自己正常的去生长 然后咱们摸清它的规律 然后去给它去规划就可以了 不要盲目的去做些工作 这是昨天抹牙子出现的一些问题 今天给大家重点分享的 就是这个摘芯 摘芯更是不可取的一项工作 咱们像我们家 十几目圆子摘芯 哪摘得过来呢 再说摘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但是也有个别的位置是正确的做法 就如果咱们有改良的树 咱们可以把原树上的这些新梢 进行摘芯一直生长 让咱们所嫁接的芽子去生长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它 但是按正常的生长树来说呢 是不需要摘芯的 摘芯 有很多人呢 就是说新梢长到十公分的时候 来进行摘芯 然后促使这个叶片 促使叶甲里面蒙发更多的这个新梢 有没有想过 现在是一个新梢 是一个新梢的生长 咱们如果给它剪了 是不是促发两个 甚至于三个 桃树现在正是营养生长的时候 没必要去管它 还有人说这些背上芽子 需要去抹除 咱们不需要去管它 树上的这些新梢芽子呢 都有一种互利互助的作用 大家呢 摸清它的规律 不要盲目的去做些无用的工作 摘芯是不可取的 不管是剪口芽的这些芽子 还是说是侧生芽子 一个本身就是一个 然后时间久了 它这个叶甲里面会出现一些侧生枝 如果你摘完芯以后呢 再生的这些芽子 会芽结变长 甚至于促使这些芽子 迅速生长 也不是明年的凉口结果芝 所以咱们没必要去摘芯 不建议大家去摘芯 如果现在有时间 咱们可以进行一下花后复检 有就是把这些过密芝 进行一下输除 但是输除的时候 输除的时候 必须留下这种 必须以这个新烧芽子 来做剪口芽 不要盲目的去修剪 包括这些 过密的 咱们可以像这种 可以直接输除 因为这是牵着芝内藏的这条 咱们可以直接进行输除 咱们看一下上面 这些都是一些过密芝 这是一棵四年生的主根性桃树 高度在两米八的位置 基本上已经原树生长 这是咱们冬季修剪的时候 留的一些短庄 这些也是 现在都已经萌芽了 这浅幅芽子 如果咱们化控以后 像这种芽子就不再生枝条了 包括这些 都已经出芽了 前三年前四年的树 尽量保留这个芽口最大化 因为随着树林的增长 咱们这个树体上 中心干上 所萌发的这个新芽子 会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尽量把这个 新烧或者是 主干上所生长的这些芽子 保留最大化 这是一个结果之条 下垂的时候呢 咱们这个芽子会还长 这就是遗管压冠 包括这些 这些都会下垂 还长 留了这一个 来进行明年的结果之 包括这些 这些都是一些 中庸偏弱的芽子 由于前端的生长 后端的这些蚌芽 所出的这些蚌芽呢 会形成夏年的结果之条 现在小桃子正在脱裤 这是蚌芽 这个也是 咱们在冬季修剪的时候 留的这些结果之呢 比较多 也是为了做到这个 冻害的防范 像这上下重叠 包括说还有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长果之 下面两个短果之重叠 中央短果之 25公分 像这种枝条 咱们怎么修剪呢 咱们留就留这种 芽子比较少的 这种来进行结果 去去积部芽子 最近的 像这种芽子 都是可以形成明年的结果之 所以咱们呢 在这给它去掉 为什么要这么去 为什么咱们要留这个 叶片比较少 积部芽子少的 来进行结果呢 因为咱们把这个去掉以后 留的这些 是明年的结果之 如果咱们把这个 棋根去掉以后 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今年咱们让它 结一个果子 结一个果子 然后冬季 直接棋根输出 夏年 有这个 有咱们下面 这个预备 结果之 来进行结果 下面这个芽子呢 咱们也留了 再就留了 这个结果之 咱们这个 长果之呢 和这个短果之 一点没有冲突 所以在留结果之的时候 咱们也要想到 预备结果之 这一关 今天 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没必要 重点的抓住 这个摘芯 和这个抹牙的工作 其实没必要去做 这些工作 咱们可以看一下 咱们原子的结果之条 是否过密 现在可以进行一下 复检 把一些过密的结果枝 进行一下输除 再个呢 就是对于第二年生长的桃树 把一些没有做出果子 只开花没有做出果子的 这些枝条 进行短节回溯修剪 必须要积部留两个芽子 不管是强的还是弱的 出叶子 长芽子的 就算 咱们需要给它回溯 进行一下修剪 明天给大家主要分享一下 高纺织型苹果树 怎样进行拉枝 苹果树 是怎样进行拉枝的 拉枝以后 它有什么效果 或者是后期的工作 需要怎么去处理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想了解更多终于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织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 现在小桃子处于一个脱裤的阶段 这是咱们的风味天后品种 正在处于一个脱裤的阶段 这个 大的已经这么大了 这是今年第三年的 主干型 风味天后 三米一行 一米一颗 长得是非常的好 那么随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